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这人从来对本侯就没有什么敬畏之心 不过这样很好 年年打扰 本侯记住了 李天亮还有一些时辰 你可以靠着本侯小妹 嗯 太单纯有时候也不是好事 某些方面我还希望您能更像八道总裁一点 同样作为熟难系的沈济明 因为我们充分展示了反差的魅力 越是清冷的折仙 在染上人间烟火后就越动人 一世多利的沈济明并不理解过年意义 但他仍旧愿意陪你贴春帘 剪创花 没有别的意思 就只是因为喜欢你 沈济明的高冷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高冷 而是真的不明白 所以他只能按自己的理解来学着对你好 比如你告诉他在脸上抹红颜料是新年祝福 他第一反应就是反过来在你脸上有磨叽刀 按这种套路的话 本人有个大胆的想法 如果我说 沈济明本来没有预想 对人家也毫无留恋 但因为你 他也爱上喜喜安阳的春节 这大概算是某种意义下养成性男友吧 若今后每个新年都这样度过 也未尝不可 我觉得咱们游玩家应该都是很浪漫的女孩子 比如我买各种周边摆针了 或者给纸片人庆祝生日等等 像我虽然是个懒爱晚期患者 但也特别喜欢去做一些有遗失感的事情 所以这次十六和亲口的约会 我很感动 十六真的是我第一个想到年下喜难住 渐渐弥补了我没有亲妹种啊遗憾 跟他在一起 没有顾解 没有技术 只有纯粹直白的爱业 少年的心情活泼又热烈 是不是就会冒出一些新鲜的鬼点子 又刺激了又惊喜 除气当晚拉着你私奔 其实是为你准备了一场你 七喜已久的烟花盛会 虽然CG的人体有那么一丢丢的崩啊 但我还是时常的被气氛打动了 所以菜如心里的烟花 笑容灿烂的尽敲少年朗 太灰了 真的太灰了 小师妹 心里好呀 愿你 所求皆如愿 所行化坦毒 多喜乐 长安宁 光绕着水的清河在仪式感这方面也相当贴心 一个富可敌国的贵公子 亲自动手为你雕刻了一枚玉钱 因为在他心中你和其他人不同 知道他送上独一无二的礼物 别看清河外表如鸭 他直白死了能震撼我这个老色皮一正年 我这些东西在B棟卡里那段开车的存在 不行 我必须再拿出来给大家品验 你先 别动 不 不是 只是 靠得有些近 好嘛 搬最软男人开着野的车 本来星卡千万没有令我失望 地形上 我当然不会让你受到伤害 高清香 我却并不想当你的兄长 别庆幸 不是你的兄长 为什么把安哥哥放在最后说呢 因为吧 因为吧 他真的太顶了 姐妹们 欲言不足以形容这个男人有多撩 所以我录了一段一周末推进行的实况 安哥哥这张卡嘛 从卡面上来说应该是一个挺温馨的约会 但是啊 屈指如我已经敏锐的发现了他这个名字 指尖微甜 里面应该是有点猫腻的 我预感要开车 所以说我就录了这段实况 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他这个约会到底是什么 初期这是清晨 天光还会大亮 我却被逼逼勃勃的抱着找了美梦 我们这一般是大女初一方抱着啊 我 散来复去的咋了一块床 我不请不愿的坐起来 正饶着眼睛 护问近处传来一声极心的嘀笑 哎 近处传来一声极心的嘀笑 等会 我这是和安哥睡在一张床上吗 为什么是极心的嘀笑 有种失后的错觉啊 抬毛边见一个已在宣窗边的修场身影 哦 是实在窗边呢 那你说什么近处呀 害我误会了 这丸子真的还会欲行故踪呢 朦胧微光映入他温柔的眉眼 好看的像是画中走出的人 嗯 咦 安夫爷爷怎么在这 在这看你啊 少哥主这般发问 莫不是忘了与安某的约定 约定 我与你有什么约定啊 安哥眼中笑意不减 却做出一副委屈的闪色 俯身靠过来 歪头看我 这个男人真的太美了 明实很简单的描述 我就看出一种狐狸精的意味 知晓这人直在打去 并未生气 我抱着被子小声嘟囔 虽说约好了 一起做年夜饭 要吃点年糕 但安夫爷爷来的也太早了点 哦 原来是约着一起做年糕呢 做点别的吧 比如说做我 而且看上去也不像刚到的样子 不会一直在看我睡觉吧 显然是咯 回想起 梦中落在面脚上的吻 等会儿 你还忍不住动嘴呗呀 哈哈 再看眼前这张 与梦中之人别无二致的脸 我不有的有些心虚 我说像安哥哥这种类型 他就自带一种狠愈的感觉 他应该是那种 一面脸红 一面求你帮帮他的人 不行 我要再说下去的话 这期视频就过不了审了 我刚刚应该没说梦话吧 说不定还流口水了呢 来都来了 怎么不叫醒我呀 叫醒来怎么偷偷气你呀 他伸手亲捧起我的脸 温柔的为我整理睡乱的冰法 与其柔和的挤进宠溺 哎呀 这个描述我很喜欢的 少哥煮睡得这样香甜 阿某怎么舍得吵醒少哥主 我虽然是宁北退 但是每次走安哥的线 我都光速爬向 也不知散散了什么 他霍耳笑 温柔的指尖扶过我的鹅脚 况且 若是惹到少哥主生气了 可如何是好 我怎么舍得对你这样漂亮的大美人生气呢 生气的话你亲亲我就好了 这话让我很不服辞 忙为自己辩驳 我又没冲你发过起床气 说得我好像很凶一样 这就是床儿中的侄女吗 这人似乎乐于看我与他扮嘴的模样 唇早弯起 天井耳畔的声音听起来十分愉悦 凶起来也可爱 譬如 在梦中画我名字的时候 我先出去狂奔两次 取出一部分糯米粉 杂肉清水和糖 活成面团 我跟安哥便各自卸下一块面 揉捏起来 是这么做的年糕 我以为会是那种大年糕 为什么是捏个小鸡 那么多动物一定要选鸡吗 这让我有种捏了我自己的错觉 然而我明明想捏小鸡 却越捏越奇怪 怎么看都不像小鸡 不要再重复小鸡了 我已经快进笼子里了 偷偷描一安哥那边 猫儿形状的面团已经接近成品 且栩栩如生 对时想将自己的藏起来 安哥真的捏了一只猫儿 还问徐民到何时的藏匿处 并听到身后传来近的探耳的声音 捏得这么可爱 少哥主为何要藏起来 你这不是看年糕可爱 你这看我可爱 我一回身差点撞进他怀里 忙避开一点距离 别避 避什么避 要我的话我就扑进去 还不是你太好看了 我的拿不出 下意识反应 还不是你的太好看了 我的拿不出手 可我想知少哥主做的 做的两个字是不是多余的 面前的人冒冒忘了我片刻 忽然抬手附上我的眼睛 等会儿要来了吗 要来了吗 这是在厨房里 这会不会太辞了点 辞子 我感到面上落下一片柔软的温凉 去了 安哥 盖在眼上的手一开 我看到他另一只手的指尖上沾着一点糯米粉 你是用纸杆 我还以为你是直接用嘴给我清掉了 安哥是 这是可以给我看到的东西吗 安哥生出飞红的舌 轻轻填饰了下指尖冲我一笑 少哥主好甜 这样就擦干净了 这是我可以听的语音吗 最后简单说两句 虽然我也很喜欢各种虐心的刀子套路 但不得不说 与男主的日常小事永远都最能让人带入 所以大部分以后即便有着黑身材的内核 也始终不会省略一些生活化的互动 所以次工作累了 戳一戳男主 看了一段甜甜的约会 瞬间感觉深心的放松下来 我觉得这大概是以女游戏最令我喜欢的一点 不需要太多时间和精力 就能获得安慰和鼓舞 我喜欢这段玩意时 冲满要下次的选 手机里放着宁北的新卡约会 一瞬间真的有种快乐次元的错询 这个代入感强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各位观众老爷的支持 三伙在这里 祝大家春节快乐 万事是随